一生一世范围二十九 周生辰我替你画像好吗 我画人比画和好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彤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西安天起多雨 今天依旧是个下雨天 已经五个月的十一肚子 已经微微凸起 现在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 抱起自己的双胞胎女儿 周生辰不在的时候 都是阿姨在陪着 她就有时牵着他们练习走路 或者教他们说一些简单的话语 而双胞胎女儿 也被自己的亲生爸爸严重警告过 不能再随便扑到妈妈怀里 不能再缠着妈妈抱 所以他们很听话地 跟着妈妈学走路 学说话 但是只要是周生辰在时候 他们可就是肆无忌惮了 一直缠着爸爸抱 以前就更喜欢爸爸 现在就更顺了 今天是突然而来的雨 十一一早就拜托林书去接周生辰 十一看看时间 想着应该也快到家的时候了 不自主地朝门外看去 正好看到周生辰和林书打着雨伞走进院子里 外面的风很大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身上都被淋湿了 十一忙给两人递过来干净的毛巾 林书跟十一打了声招呼 就去换衣服去了 十一也对周生辰说 你也赶紧去换个衣服出来吧 我给你们准备中药 啊 周生辰小声地惊呼 行了 赶紧去吧 再不喜欢也得喝呀 预防感冒 十一毫不退让地说 周生辰无奈地去了浴室 走出浴室 十一就自然地递过来一杯中药 周生辰皱了皱眉 但还是听话的一股脑喝下去了 十一看他喝完 递过来一颗蜜饯 给嘴巴换换尾巴 一旁的林书静静地倚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 听着十一他们一家的说话声和孩子的吵闹声 周生辰换好衣服 走到十一身边 摸摸他微微吐起的肚子 问候他今天的状况 得到一切安稳的回答 才放下心来 然后两人来到孩子们身边 十一在沙发上坐下 周生辰就直接坐在地毯上 陪着两个宝宝玩 现在孩子们已经可以自己爬爬走走了 已经不能把他们限定在一个地方了 一不留神就不知道爬到哪里去了 不过只要爸爸在的话 他们就会一直缠在他身边 两个女儿经常还会为了爸爸争风吃醋 十一看着这一幕 心里微动 小声地吩咐一旁的阿姨 莫过一会 阿姨从书房拿着笔抹出来 小心地扑在一旁的桌子上 周生辰看到阿姨的动作 好奇地看向十一 十一微微弯腰 看向周生辰说 周生辰 我给你们画像好吗 我画人像可能比画和更好哦 周生辰摸了摸十一的脸 起身掺着十一走到桌旁 帮他铺纸研墨 等周生辰准备好 十一忙催着他的孩子们身边 十一边看他们 便在纸上慢慢临摹出这个景象 画壁 周生辰过来看 每一个艺术作品都可以显示出作者的心境 所以从十一的画中看出的只有温馨和宁静 周生辰看着这幅画 心里很安慰 很庆幸自己可以给十一这样的心境 十一靠在周生辰身上 看着孩子们在地上爬来爬去 林叔看着这一切 自言自语道 真好呀 真好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铜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